日本的三大嶼 它有河豚和安康 都是和喜之池是三大嶼 秋天和初春就會最盛產 我想問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你平時捕魚嗎? 就是說它有容貌焦慮症? 你怕不怕被人打? 大家好,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10月的首相期間限定 今天就是Hailey的壽司狼女郎 懂不懂讀嗎? 你剛才對於所有東西都很厲害 我只知道是鮭魚 這個是讀鮭的 不是鮭魚嗎? 看起來就是肉VS 鮭魚,吞拿魚,三文魚 這次是怎樣?我們現在就逐見你試 你有沒有想吃哪個鮮? 這個先吧,剛才說的 這個很威風,我也不知道什麼來的時候 它就跟我說這個是日本的什麼? 這個是日本的三大魚 它有河豚和安康 都是跟喜之池是三大魚 秋天和初春就會最盛產 還有 我想問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你平時捕魚嗎? 還是怎樣? 因為我也有做資料搜集的 今天和你拍片之前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歡吃壽司 想飯碗 它下一期是不是由你開始拍? 這樣搞下去 我看它這個魚的樣子 因為它是出名的 魚越煮越幼 而且它不是很容易鬆散 就是它很實質的 飯碗不補的一期 看起來拍不到12集 我看起來 你是吃不到魚的 你只是吃了一些飯碗 有些爛烤 我覺得蠻好吃 因為我以為它會很腥 但是它完全沒有腥味 而且它有點爛咬 但是它 supposed 你知道有沒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它真的貼了手襲回來 對呀 我好 我以為它會很尊敬 但是咬一下也覺得很滑 我覺得它很滑 就是它是容易咬,但是滑的 對呀 怎麼說呢? 刷子膠 它比刷子膠更加熱熱 謝謝這個食品 你最後這個比喻是抹走你剛才所有的知識嗎? 算了 是不是剛才沒有點豉油呢? 它也是完全沒有任何腥味 覺得很好 剛才你說過 它這個醬油是不是有分兩隻 還是沒有只得一隻? 因為我平時吃開鮮蒜壽司 它是吃當時壽司的達人 鮮蒜那邊會不會每個月都有新的推廣嗎? 我沒什麼留意 因為我永遠都只是吃沙文魚 噢OK 還有一隻沙文魚 因為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拿了它來做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看 真的嗎? 不會吧 我不是很會說的 你這樣也算是不會說的 這集我就真的不會說了 謝謝 這個應該是甜一點的 它是稠身一點的 你是不芥末的? 我畫一畫 畫一畫 那剛才那條魚你推不推薦嗎?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可以一試 因為我自己本身只是吃沙文魚 但我覺得也不錯 先說一下這個的名字叫做 隻蕭喜之刺 是的 為什麼你 你是 你累了 因為昨晚你跟我說拍的時候 我就特意看看我有什麼魚吃呢 OMG 是的 是隻蕭喜之刺 27元一塊 評價是值得一試 但我還是喜歡吃沙文魚 但我沒有吃過就可以試一次 你呢 但是你真的是學霸來的 他拍片之前 因為他平時是做Model相關的工作 那是廣告的時候 會出現得比較多 怎麼這麼嚴重 是不是我說了 不是 最近也有的 最近也有的 我問他過來拍壽司浪的時候 他跟我說 我不是很會說話的 我沒試過拍一些需要說話的片 哇 哇 出到來 就是那些不溫書 但是拿A的那些 因為如果第一次拍 真的害怕 到時候觀眾要看我吃壽司 好像很沒人 所以好像帶多些東西走 會好 你留言就會跟你說 是啊 我們平時就是只看完 EG在這裡吃壽司 沒什麼說 不是 昨天也有回看你和其他女生拍的影片 有男生的 我不好意思 我給你看 三文魚 配翅翅蘋果 飛魚子 有塊蘋果在這裡點不點醬油 我點了 OK 挺好吃的 嗯 就除了三文魚 裡面也有一個蘋果和沙律醬 個人認為沙律醬 挺特別的 你看我就是說了這些 你怎麼看 我覺得好像在吃 糟了 我想說 好像在吃沙律醬 真的 因為沙律醬裡面還有些水果 唯獨是一塊沙律醬 平時沙律不會出現這些 沙律醬 但想不到蘋果和沙律醬 對 對 好吃的 熟乳醬2個 我這一刻好推薦 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出這招 雖然是好吃 但是創意到 不是好吃就算了 我不深究它的創意 因為它之前的事實太有創意了 香花吞拿魚海苔包配香炸蔥絲 香炸蔥蒜 炸蔥蒜配吞拿魚更好吃 脆脆的 鹹鹹的 因為我特別喜歡吃吞拿魚肉 因為吞拿魚肉 吃不到有筋 它這個吞拿魚超好 它做得超軟綿綿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有人先點過 所以這個是推薦嗎 12元一個蒜蒜 我之前呢 先吃完 慢慢來 之前跟你介紹過在東京站 它的地下有間叫 57號橋 很建議大家去試 直接倒壽司王米 不要緊 東京站 東京站 因為之前不是和家人去 今天我們去了7天的 然後連續兩天都去吃 因為真的很好吃 連續兩天都可以吃 對 晚上都可以吃 OMG 因為它有一個我很喜歡吃 它是鐵火卷 我知道壽司王都有 但是那個鐵火卷 是有像剛才那樣的 一支菜 然後有些吞拿魚肉 但它上面是放了一些酸葉的蘿蔔 然後同樣吞拿魚肉是好夾的 超好吃的 哦 還有它在那裡 講完是想試的 有沒有自己做 我好想的 還有那間最好的位置 是它吃壽司 它是沒有自由 沒有芥末 它是很尷尬的 因為它是沒有的 因為它本身它的醋法 裡面已經混了芥末 然後芥末在裡面 這樣吃反而挺好吃的 那問我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尷尬 到飯很熱情 它一直問我 你哪裏的 你哪裏人 過來吃壽司 好意思叫豉油 你哪裏來的 不是嗎 甘口醬油 一隻烤吞奶 你覺得推不推薦 都推薦不 它17元兩塊 17元兩塊 其實都挺好吃 其實都OK 它不是那些中吞 不是那些大吞 但是它做到給你 又竟然是可以 你會感覺到軟 跟一般的炸吞奶魚 有一點不同 就是那些炸 你幹什麼 我在夾鏡 那種 怕什麼 第一次拍片 很怕 等一下才跟你說 它做不到入口即容 就當然了 但你也不會覺得自己 在吃那些便宜的吞奶魚 但它醬油還沒有 那真的不好意思 我剛才點了醬油 很對不起 但是17元兩塊 我自己也是推薦一試的 在QRW影片看到 那就是說它有這個 容貌焦淚症 是 你怕不怕被人打 都不怕的 你會的 有什麼好怕的 其實我想問 你的焦淚症是來自哪裡 我什麼自信 然後就 可能會有時 自己很多東西都未夠好 然後就會 可能有時 會覺得很大壓力 但可能這些壓力 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 但都不是在容貌那邊 是嗎 平時拍攝模特兒照 有些角度 或者可能低炒 然後就可能看到 嘩 原來自己這樣 然後就 要減肥 要努力做運動 其實這件事是不好的 我知道的 我待會可以低炒你一張嗎 OK OK 我覺得你應該會被人打 如果你這樣都焦慮的話 我這些就真的有空焦慮一下 都沒有你焦慮得那麼緊要 喝個可樂 喝一口氣 然後你說的食品 比我更詳盡 你想我怎樣 但好事 好事 多謝你 我媽給你講 我沒有話說 我沒有話說 他們知道 洋蔥醬油漬隻隻烤三文魚 17.29元 其實跟剛才那個 醬油烤吞拿魚 有點像 大家都是隻烤 它只是烤一個圓圈 不會烤裡面的 其實我可能不吃蔥的 你不吃蔥的 我很喜歡吃那隻 因為那隻 它是用火槍燒完之後 它是有本身三文魚的鮮味 之後再加一些 它只是烤完之後 魚油都出來了 火隻三文魚是最好吃的壽司 整塊烤魚 那些真的很棒 我很久以前 真的很久以前 我拍了一段影片 我用防風火鍵來 你能吃嗎 我吃了一盒12塊 那之後有沒有中毒 沒有後冷空 OK 不是啊 但是算了 那條影片也有一點爭議性 我還是不要提那麼多 你吃什麼 我也是覺得 平時我們吃好吃 不對戰 一對講完 普通三文魚 還是隻燒三文魚 我都很喜歡吃的 因為兩隻的味 剛好都起中我 火隻就好像你剛才說的這樣 而普通的鮮味 也是我喜歡的魚味 剛好它這隻 可以兩口都不到岸 對於我來說 17元兩塊 所以我就不太推薦了 我沒有那麼喜歡吃吞拿魚 但是吞拿魚 我比你好吃 是啊 大家都是醬油即席 但是吞拿魚是贏三文魚九條街 香蔥隻燒三文魚腩 你拿點鳥巢走 鳥巢 這是什麼 香蔥 對不起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以為你只是拿一點 平常吃壽司 是不是也是這樣吃的 即是當它是一碗飯 這樣爬 是啊 但是我通常 我自己來說 先推薦我剛才那塊 也是 它給我一種挺特別的味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那些鳥巢也挺有用 它給我一種挺有趣的口感 在我口中 最後一樣可以咬爛的就是鳥巢 而那些鳥巢又吸收了那些醬 所以它那些醬汁的味 我自己挺喜歡 可以一試 12元兩塊 你是不是看到一點很無謂的東西 其實這兩個呢 這個是大鐵家文魚 這個是特性蔥花吞拿魚菌 沒錯 兩個平常都有的 只不過就加大了份量 你是不是沒有近視的 沒有沒有零度 神經 你是矯了嗎 沒有沒有咬過 神經 我是中學不是有健康院檢測的 你很不健康 然後呢 我可以看到最後的痕 這個應該才是全場唯一 將吞拿魚和三文魚 cost over的一碟東西 雖然只不過是三文魚子 昨天看了壽司狼的留言 他說這個是間諜 三文魚子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他們是間諜 當然是三文魚子是間諜 入侵了去吞拿 然後他笑了 我笑得太低了 OK的 我覺得都OK的 接下來就到熱吃 今個月你們有沒有可樂餅 月月都有可樂餅 我還以為今個月又有什麼新花館 但是就有這個 這個就是炸三文魚棋 蘸檸檬汁 但是那些核掉了 都未出汁 這條都是核 其實我本人是一般的 因為我覺得它有很多脂肪 那些叫肥肉 白色那些叫肥肉 可能這個是白色 但是本人竟然認為OK的 你一咬下去 全部都是油 全部都是感覺到脂肪 但是它裡面的魚 是真的非常溶 對 一下子就不見了 很重的魚油味 但是魚腥味 比我想像中低很多 所以我竟然推介一下 這個是27元一碟 你可以得到4條的炸三文魚腩 我推介這個魚味 超好吃的 真的嗎? 很好吃的 我經常將這些吃得的 以為是不能吃的 魚味不是不能吃的嗎? 我就是不知道 我看它的樣子是不行的 很脆滑 很好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椒鹽九素魚的魚 它的魚味就是有那種椒鹽的感覺 而且它也算多肉 所以它剛才咬第一口 是很肥的 但是之後那些全部都是肉 又到我這個時候了 要不要那一塊 飽 我也是 拿來打飽 有趣的位置就是 其實也不錯的 這個 推薦的 要不要一塊 不用了 真的飽 我在期待我們的甜品 甜品就是有新的 不是像上次那樣 連續三個月還是兩個月的八條咖啡 不過都是肚子 但是它就變成芝士蛋糕 它叫粒粒土肉芝士蛋糕 在那裡 嘩 先來吧 我推薦這個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肚子 我也很喜歡吃肚子 因為我很喜歡吃肚子 但它有些桃汁 混在芝士蛋糕裡很香 好像完美的味道 好吃 你剛才的飽完全不見了 因為呢 甜品和剩餐是兩個位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我有 想不到這麼實在 怎麼看到的 而且這個肚子很開胃 很介意你 恭喜你在吃最後一道的時候 開了個胃 那27分一碟 推薦嗎 推薦 她的樣子已經告訴你了 是不是搜尋QR曲有豐富禮品 你做什麼?你有興趣嗎? 可以飛日本嗎? 飛大阪 是的 她去旅行去到瘋了 這個人很奇怪 十月壽司狼就不斷 出乎意料地比9月好 我自己覺得 你是更好運 因為很少壽司狼 是有這麼大部分的食物 不服你一旺 今個月大家可以準時入座 若然還想繼續看這個 壽司狼的食評 至少我都會再拍兩集 去儲齊一年份量 那下年再拍不拍就下年才算 記得訂閱我 記得IG報導他 會有他的IG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是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影片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我IG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鈴鐺 播名 多謝 拜拜